下面我们讲解第三个大内容 通过灵阶性手法进行横向扩展 这个灵阶性手法与它相对应的和弦叫做灵阴和弦 灵就是邻居的灵 那么灵阶性手法也就是灵阴和弦 它实际上是在同和弦反复之间插入上方以及下方的灵阴和弦 那么前面我们讲的经过性和弦手法是强调和弦的它的一个进行方向 从一级到五级从五级到一级然后到二级等等 那么现在灵阴和弦的灵阶性手法是强调和弦延长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反复的一个效果 只不过为了反复不太单调 中间插入了上方跟下方的灵阴 首先我们来讲解由二度更阴进行构成的连接性灵阴 第一个内容围绕一级和弦运用灵阴和弦 那么一级和弦以及它的反复之间可以插入上下方灵阴和弦 可以看作是一级和弦延长的一种装饰 也就是说比方说一开始 我们是C大三和弦还是C大三和弦延长 只不过为了单调 我们在第二个和弦可以插入一个这个和弦 二级和弦 那么就是一二一的一个进行 或者插入降二级 如果插入降二级一般用鼠七和弦的形式 这就是一降二一的进行 这是上方的 下方的可以插入导和弦 这个导和弦一般不用减三和弦 一般用小三或者改造成鼠七和弦大三和弦的形式 还可以用降七级 以上就是四种二度关系的上下零音和弦 这个音只是低音 具体的和弦也要改变 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先看一下这个例子 好 这是一个C调的 然后呢带有爵士色彩的 这里呢有南调音 所以呢它是个爵士 爵士音乐 然后呢我们配和弦 我们一开始呢肯定是配主和弦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配上主和弦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小节跟这一小节 还有这一小节基本上是重复的 所以呢我们这些重拍的地方呢 都可以配上主和弦 因此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 本来呢很简单 配和声就是一个主和弦持续 但是这样呢太单调了 所以呢我们要加入零音和弦 加入什么零音和弦呢 这里有一个南调音 就是降七级音 还有一个鼠音 这个地方呢我们 教大家一个就是这里呢 可以配上降二级 大三小七和弦 降二级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配上降二级 试试看 降底 F 首先构成一个大三和弦 然后呢降A 然后呢降C 好 这个呢就是再往上 降E G 降B 形成一个高跌和弦 然后呢我们这里呢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好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可以听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这个C呢升上去 然后再听一下 这里的色彩呢就跟刚才不太一样了 如果是降C呢那么就是个鼠七和弦的一个形式 好 这地方呢也有一个碰撞 这个碰撞呢就是降C音跟降B音 这里有个小二度的一个碰撞 同时呢这个地方降A跟G呢也有一个小二度的碰撞 所以听起来呢就不太协和 但是这个降B降导音跟降二级音 这个低音跟旋律的这个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带有一种绝世乐的慵懒的效果在这里面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一级的上方加一个降二级和弦 下面呢我们看一下下铃音 上面讲的是上铃音 现在看下铃音也就是一级 然后呢接上一个七级或者降七级 我们看这样一个例子 这里呢C大调 C大调主和弦的五音 然后到重属音 再到C大调 所以我们一看开始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配上C大调的主和弦 它持续的比较长 所以呢我们还是配主和弦 好 第二小节空下来 第三小节还是属主和弦 所以呢这就过程了一个主和弦的一个延续 中间插入一个和弦 插什么和弦呢 这里有两种配法 一种呢 这个地方呢重属音 我们可以配上一个减和弦 减七和弦啊 或者减三和弦啊等等 那么以重属音构成减三和弦减七呢 它是建立在一级上面的 即做I D I M I D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低音还是这个C音 好然后C往上小三度应该是降异 降异往上小三度应该是升F 升F往上小三度A A往上小三度C 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配 然后呢这里 把这个复制过来 这是一种配法 这里面呢没有用零音和弦 这是一种配法 第二种配法呢 就是运用零音和弦了 那么这地方呢 重属音也就是升四级音 升四级音我们知道 导音把它配成一个大三和弦 就有一个导升二级升四级 正好有个升四级 所以这里面就可以配上一个大导和弦 因此构成一七一的进行 所以我们这里呢 就配上一个导和弦 导和弦呢 我们这里 七升二 升四 然后呢还可以加个六 这个呢又是一种配法 这就是加上一个零音和弦下零音 好具体的呢 刚才讲的两种配法呢都可以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来进行编配 上面呢 我们讲的都是要么是上 要么是下 实际上还有第三种 也就是双零音 也就是先上再下 或者先下再上 都是可以的 上呢可以是半音二级 降二级 也可以是全音二级 下呢同样可以是半音七级 也可以是全音降七级 等等都是可以的 下面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呢是F大调的 我们能听一下 好 节选了这一段 四个小节是一个乐句 最后停在这个上面 这个肯定是主和弦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就可以配上 主和弦 F掉的 这里呢我们可以配个主七和弦 F A C E 好 那么当然一开始呢 我们也是 主和弦 我们可以用一个急进下行的形式 好 然后呢把内声部补上去 也用一个七和弦 F A C E 好 接着呢我们看下面应该配什么 下面呢 主和弦后面可以跟六级啊 三级啊 或者导和弦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导和弦不常用 但是我们可以配上一个导小M 七和弦 那么这个地方呢 配上小M导七和弦呢 实际上在我们前面也也想过这个例子的 那么如果是导和弦的话呢 低音就是异音 那么这地方正好是一个三音 是可以的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考虑配上一个 导和弦 当然如果这个地方你想配六级和弦 你也可以尝试 三级和弦也可以尝试 都是不同的和声效果 配导和弦呢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后面呢可以接连续的五度进行 导后面就是三级 三级就是六级 六级就是二级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配导 这里就是三级 这里就是六级 整个这小级都是六级 接着这里呢是二级 这里呢可以配属和弦 这里是主和弦 正好顺过来 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考虑就配一个导和弦 导和弦呢就是这个音 好 然后是三级 三级呢是A音 然后呢是六级 六级是D音 我们可以用一个上弦 然后呢一个半音上弦 为什么要半音呢 因为下面的这个音是二级 二级呢就是这里的 G音 再下来 然后呢 属和弦 好 我们呢可以把内声部填上去 内声部用这个音符 那么这里呢 我们导简和弦不常用 所以用改造成小M7或者大M7 如果是小M7的话 那么就是E G 然后 还原B 这样构成一个大和弦 构成一个小三和弦 再构成一个7和弦 好 这是 接着是三级 三级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到六级的一个离调 因为这里是六级 所以呢可以用一个到六级离调 那么就是三 大 三小七和弦 也就是 A 升C 跟旋律都没有矛盾 所以可以配升C E 击 正好击在这里 然后呢 是六级 六级呢 就是底 F 又有个自然的 A C 然后呢 还可以 这里再加一个根音 好 接着是二级 七和弦 这地方呢 你也可以把它配成一个六级大和弦 来试试看 然后呢 我们这里配二级 二级呢 就是几 配自然的 B B F 同样 这里你也可以用重属和弦 把这个 笔的升高来试试看看 可不可以 然后呢 就是属和弦 属和弦呢 C E G B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好 这地方呢 我们刚才说过 可以把这里二级 把这里的六级 改成六级大三和弦 那么这里呢 就可以升高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呢 也是可以的 这里呢 也可以改成重属 这里呢 我们就不多做过多的试验了 我们要讲的是最后这个地方 这里是二级 这里是一级 这里是五级 二五一是个很平常的一个进行 但是如果我们用 这里的 双零音和弦的话 那么怎么到一级呢 到一级 二级是上零音 还差一个下零音 下零音呢 就是这里的 导和弦 可以用降七级 降七级呢 有一个音 就是降一音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重新配 把这里呢 都减掉 低音呢 我们用降七级 降七级 这里 这里 为什么用降七级呢 因为这里二级跟主音是大二度 所以降七级呢 跟主音是下方大二度 好 那么这里配降七级 我们可以用一个大三小七的形式 把核心音补上来 降一 降一 级 大三度 降比 小三度 接着降底 不要忘记 再加一个F 高叠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听一下 好 这个效果呢 虽然没有刚才在251的效果自然 但是呢 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用在编曲里面呢 也是很有特色的一种 这个例子呢 可以看作前面一个I被省略掉了 然后呢 后面是上零音 下零音 来进行到I 好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讲的 上零音 下零音 以及双零音 也就是以一级 围绕一级来运用零音和弦 下面呢 我们来讲第二个内容 也就是围绕属 V级运用零音和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